电影爱瞎看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接儿看 我是老二 生命能够永恒吗 许多人寻遍名山大川 只为找到长生不老的秘药 他们认为丹药可以让生命永恒 许多人潜心修炼 以期踏破虚空立地成仙 他们认为成仙即是永恒 但有的人认为成鬼也是一种永恒 老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鬼思 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 这个话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可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 这一切都得益于由科学家乔本 牵头成立的反重力小组 发明出能够捕捉电磁波的梦杰海绵 小组成员有四人 分别是苏元 胡守仁 董和美 还有从小跛脚的组长乔本良青 也正是有了梦杰海绵 让他们能够研究更多的领域 而最为核心的就是生命的对立面 死亡 小组雇佣了一名不幸鬼神的摄影师 专门前往世界各地的知名鬼屋 用徒友梦杰海绵的底片进行拍摄 这次他们来到了台北一栋闹鬼的居民楼 当摄影师到达时已经是深夜时分 他静止上楼来到指定地点 房屋之中破败不堪 显然是控制许久 摄影师并没有理会这些 拿出工具开始掰照 结果也同样的一如既往 什么都没有 可当他走进下一个房间之中 一切仿佛变得不同 那照片之中赫然出现一个男孩 孤寂的身影 摄影师瞬间瞪大了双眼 他惊恐地回过身去 一个似有似无的身影从墙角一闪而过 下一刻摄影师浑身剧烈抖动起来 只见他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心口 含恨而去 消息很快传回反重力小组 四人立刻来到现场查看 合作许久的摄影师丧命于此 可乔本和苏源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原因无他 正是他们终于捕捉到了鬼魂的身影 这一结果让乔本欣喜若狂 他立刻动用关系 清空整栋居民楼 准备把这里当做实验室 可这擅作主张的做法 让高层十分不满 顶头上次直接拿起烟灰缸砸向乔本 可乔本依然面不改色 他冷笑着拿出一块镂空正方体捧在手心 当手掌离开 那正方体竟然悬浮在了空中 看到这里的上司立刻停止了怒骂 因为他眼前之物正是大尺度的梦结海面 这也是乔本能够擅作主张的原因 虽然这历史性的科学成果已经近在眼前 但他却紧紧的握在乔本手中 乔本夸下海口 他很快就会站在天花板上和上司说话 这一番展示下来 上司再次纵容了乔本的越界行为 甚至还答应了他的新条件 征调犯罪联合打击组成员叶启东 上司同意了乔本的请求 只不过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结束谈话的乔本一脸阴郁 从口袋中拿出一个机器 坚定且愤怒的按下开关 启东之所以能够引起乔本的注意 是因为他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 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会读唇语 此时的启东还不知道 自己将会卷入一场什么样的纷争 他刚刚破获了一起恶性犯罪案件 可立功的启东来不及庆祝就匆匆赶往医院 他的母亲再次癫痫发作 情况不容乐观 除了身体之外 气管的肌肉神经元也已经开始萎缩 现在的母亲每日被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 只于一息尚存 即便如此 启东仍不愿放手 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让母亲好起来的可能 哪怕没有一丝希望 只因那病榻之上的是他的母亲 人活在世离不了诸多烦恼 但即使这样生活依然要继续 了却了对母亲的担忧 启东来到反重力小组报道 可他并不知道这个新单位是做什么的 更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 他穿过空旷的封锁线 缓缓来到实验室 苏元一连冷漠的打开房门 嬴入眼帘的正是摄影师出示的房间 仿佛并没有太多改变 只是增加了许多设备 这一见面 启东便问起为何会找到自己 可对面的和美只是客气的微笑着 见没有得到答案 启东转身就准备离开 乔本终于出声喊住了他 他解释了自己小组研究的反重力项目 但启东却嗤之一鼻 而乔本也并不生气 反倒是问启东是否相信有鬼 启东并没有回答 但他轻蔑的微笑已经说出了答案 乔本没有解释 而是要带启东看一样东西 苏元本想制止 但乔本却没有理会 他带着启东来到摄影师出示的房间 原本的墙壁已经被拆去 取而代之的是特制玻璃 但放眼望去里面空空如也 启东刚想询问 一旁的和美拿着一瓶眼药水 准备喷向他的眼睛 这未经允许的动作 让启东瞬间警惕起来 身后的乔本一把拿过眼药水 在自己眼前喷洒起来 随后是一启东照做 虽有迟疑 但启东依然喷了两下 当他再次看向玻璃房间之内 一个小男孩的身影竟凭空出现 那身影荒凉而又孤寂 全身全成一团锁在房间的角落 只见他缓缓起身 面无表情的走向书桌 拿起苹果放在口中 可仔细看去 他拿走的只是一团虚影 苹果依然留在书桌之上 但他手中却仍然存在一个真实般的苹果 男孩咬了一口随后扔向一旁 那苹果竟然停留在空中 片刻后化为一团雾气 消失不见 做完这一切的男孩呆滞的望向窗口 最终缓缓说着什么 屋外的启东一眼看出 男孩说的是下雨了 可现在根本没有下雨 这样几人很是疑惑 当男孩转过头来 那眼眶之中竟是一片惨白 根本没有正常人的瞳孔 紧接着屋内的电视和音响同时启动 并且开到了最大 这原本会让人产生极度不适的环境 却对男孩毫无影响 诡异的场景让启东不仅皱起了眉头 疑惑间身后的手人终于说出了真相 这个男孩是鬼 是那个了结摄影师的鬼 也是他们捉到的鬼 反重力小组捉到了世界上第一只鬼 而几人之所以能够看到鬼 正是因为他们喷洒了含有梦结海绵的眼药水 说话间时间来到四点半 男孩再次站起身来 想要出门离开 可在触碰到朋友梦结海绵的门把手后 男孩触点般收回手掌 再次回到角落 见识了鬼 启动仍然疑惑 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乔本直言 想要搞清楚发生在男孩身上的一切 听过原因 启动想都没想直接拒绝离开 乔本却不愿放弃 起身追了上来 他提到了启动的母亲 质问启动有什么权力让母亲痛苦的活着 正是这句话点燃了启动的怒火 他转过身来一脚踢开了乔本手中的拐杖 可乔本不依不饶 又一次触碰启动的软肋 这彻底激怒了启动 他一把将乔本推翻在地 随后愤怒的离开了 奔波于医院和单位之间 让启动身心疲惫 幸好有女友家围陪在身边 带他照顾重病的母亲 家围的贴心就像是启动阴郁生命中唯一的阳光 只有见到家围 他才会露出久违的微笑 启动常常在想 如果母亲还能够说话 他会不会恨自己 会不会埋怨自己 让他如此苟延残喘的活着 会不会认为自己在折磨他 他是不是想获得解脱 启动很自责 正是因为他 母亲才会如此痛苦 可他不曾想过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不舍 才会让生活变得如此不堪 但如果母亲会说话 一定不会斥责启动 他一定会离去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快乐 他不想因为自己 拖累了儿子的人生 启动又何尝不知道这些 可是他不想承认 他不想承认母亲会离开自己 更不愿承认母亲会拖累了自己 看着压抑的启动 家围有着千言万语 可到了嘴边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启动同样明白家围的心意 可是他已经承受了太多 他不愿家围陪着自己 承受着不属于他的苦难 所以长久以来 他都不敢对家围表露一丝丝的爱意 同样是医院 一个同样生命垂危的女人 安静的躺在病床之上 窗户被顽皮的孩童打碎了 他也毫无知觉 病房外湿漉漉的草地 诉说着这里刚刚雨过天晴 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 此时反重力小组的研究 陷入了困境 楼房周边的邻居全都问了个遍 可关于男孩的信息 仍是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男孩再次开口说话了 但小组成员却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他们看在眼中 急在心里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缓缓响起 玻璃破了 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启东 也许是昨天乔本质问的话语 也许是他想一次为母亲寻找希望 启东决定加入反重力小组 面对启东的加入 苏元再次展现出抗拒 但桥本却热烈欢迎 正是工作开启前 启东说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鬼有没有攻击性 可没有人能回答他 只能如实告知摄影师的案件 得到线索 启东直接来到警局掩饰 摄影师的死因是心脏麻痹 也就是被吓死的 这个结果让启东万分怀疑 因为现实之中 人是很难被吓死的 为了搞清真相 启东剪开缝合的伤口 徒手拿出摄影师的心脏 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在那心脏之上 赫然有着一个孩童手掌大小的印记 再次查看摄影师生前留下的照片 启东模仿起他最后的反应 在摄影师转身查看之时 男孩缓缓起身 愤怒的站起身来 抬起双手 插进了摄影师的胸膛之中 想到这里 启东得出了一个结论 得到线索 启东三人快速返回办公室 可他们不曾想到 办公室中竟突发变故 苏元拿出一份报纸 快速喷上大量的梦节海面 想以此裹走男孩 当乔本发现这些的时候 男孩已经消失不见了 意识到大事不好 他快速锁上房门 此时他最关心的是男孩去哪了 苏元冷哼一声 直言自己放走了他 可乔本并不相信 因为这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同样是苏元的心血 他想以此扬名立万 又怎会放走男孩呢 看到心思被戳破 苏元不再隐藏 他之所以如此 正是因为启东的加入 他不甘心自己多年的付出 被外人分享成果 正在这时 启东三人赶了回来 看到男孩失踪 三人全都面露疑惑 就在这时 启东看到苏元的大衣口袋中 突然微微凸起 这让他大惊失色 立刻俯身贴耳在乔本身边说了什么 片刻后 乔本声称可以放苏元出来 但是要他脱掉外衣 苏元听后并不惧怕 静止解开衣口 可下一刻 男孩竟从他的口袋之中缓缓爬出来了 此时的乔本也明白了男孩在哪 因为男孩是鬼 鬼是一种能量可以自由压缩体积大小 苏元正是利用这点 将男孩藏在了自己的口袋之中 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男孩已经攀上了苏元的肩头 他满脸愤怒的盯着想要带走自己的苏元 那圣人的眼白只是一次 便让人亡魂接茂 启东立刻出言让苏元不要回头 可人就是如此 越是不让他干什么 他偏要去尝试 当苏元转过头去 正对上男孩那恐怖虚无的眼眶 一根缥缈的细丝从男孩眉心射出 静直进入了苏元体内 与此同时 男孩的手竟然实体化 直直插进了苏元的咽喉之中 苏元瞬间脸色苍白摔倒在地 而做完这一切的男孩再次恢复平日的冷漠 飘落地面来到窗边凝望 意识到危险 启东立刻开门进入房间 快速拉着苏元来到大厅 可和美的一声尖叫却让他呆滞在原地 那短短的过道之中 竟然出现了两个苏元的身影 同样的面色惨白 一动不动 毫无半分生气 下一刻那苏元竟然凭空飘起身体 缓缓转身 看向自己付诸心血的办公室 而后整个身体碎成数片 最终化为烟雾 消失不见 很明显 这是苏元的灵魂对人世间最后的留恋 可这一幕却让启东更加疑惑起来 为何苏元的灵魂会消失 可男孩却不是呢 这个问题同样是乔本想要搞清楚的 虽然疑惑 但启东终于明白了自己加入的意义 苏元的生命就这么消失在他眼前 又怎能不让他触动呢 看着医院中满身伤痕的母亲 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生活本来一切如常 但就在那天的清晨 母亲刚想为自己煮一颗鸡蛋 可病魔却毫无预兆的来临 母亲突然身体不受控制 拿着鸡蛋的手深深扎进滚烫的废水之中 当启东意识到不对 母亲操劳的手已经皮开肉绽 回忆戛然而止 启东在心底问着自己 死对母亲来说 真的是一种解脱吗 但是母亲不可能告诉他 更不能了却他心中的执念 启东很想要一个答案 想要母亲给自己一个答案 看过了男孩停留在世间的灵魂 他不禁加快了研究的步伐 男孩每天下午四点半 都会准时来到门口 想要走出去 启东一次决定放出男孩 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准备好眼药水 联系电话 启东下意识 带上了自己的枪 面对疑问 他没有过多解释 和乔本相识一笑 他跟上了终于走出房门的男孩 男孩并没有因为走出来 而产生丝毫情绪变化 他低着头缓缓下楼 穿过人来人往的街道 来到一处公交站牌 当261路公交行驶而来 男孩快速伸手 想要南下车辆 可司机哪能看到鬼魂在招手呢 一路安静跟随的启东 立刻跑上前去拦下了公交车 果然男孩静止上车坐了下来 面对帮忙拦车的启东 男孩依然没有任何情绪变化 只是低头坐在那里 这让启东很是疑惑 为何男孩成为鬼后还想要坐车 但这些 乔本早就有研究 他认为 鬼魂没有意识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惯性而为 也就是在一直重复生前的动作 经历过苏元事件之后 乔本再次有了新发现 正是启东发现的丝 乔本推测这是两个能量厂之间的连结 但具体如何 目前还不得而知 就这样 启东一人跟着男孩一轨 从天明走到日落 终于来到一间学校之中 七里特殊教育小学 启东立刻向小组汇报情况 随后来到二楼三年六班教室之中 男孩坐在书桌前 像上课一般摊开书本 细细朗读举手发言 上台书写 本来一切如常 可突然间 男孩猛然回头看向启东 那恐怖的眼白领启东 不寒而栗 他快速将目光避开 男孩再次一反常态 快步走出教室 来到护栏边 启东生怕错过线索 虽然心有恐惧 但他依然跟了上去 只见男孩双手无力的搭在护栏之上 眼神之中充满了不甘般的愤怒 而他的脸上竟然生出了诡异恐怖的窗斑 就在启东想靠近查看时 男孩却忽然起身翻越护栏 启东快速到楼下查看 只见血液竟然重新吸回体内 被摔断的手臂也恢复如初 这一切变化都在片刻内完成 男孩再次恢复如初 只不过这次的他竟侧身看了眼身后的启东 这一眼让启东顿时心惊胆战 立刻避开男孩的目光 男孩也不再理会启东 转身来到三年级家长接送去 他孤寂的坐了下来 缓缓说了句 妈妈喧草花开了 话音刚落 男孩挥手擦拭起了眼角 远处的启东仿佛感同身受 男孩深深思念着母亲 可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来接男孩了 这一幕的男孩和启东是那么的相似 同样身为儿子 同样欣喜的母亲 只是母亲再也无法来接男孩 母亲再也无法和启东说上一句话 悲伤之感不会消失 启东强压失落 再次跟上男孩的脚步 从学校出来的男孩全身全在一起 孤寂的蹲在路边 一天的跟踪 启东都和乔本通报着信息 调查到此时已经有了进展 男孩作为鬼魂 有着能量不灭的特点 他生前脸部应该有缺陷 心中有着深深的怨恨 现在查到了学校 男孩的身份自然不难知晓 可还有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知道男孩是怎么变成鬼的 启东疑惑 乔本为何执着于这个问题 可乔本却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只有了解死亡的人才能面对死亡 此时的启东心情稍好 因为虽然还有疑问 可答案离几人明显不远了 可就在这时意外却悄然降临 一个醉酒的男人晃晃悠悠来到路边小姐起来 可他对着的位置正是男孩蹲着的地方 这让启东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为男孩已经对着男人抬起了双手 就如他了结苏元石的动作一样 启东急忙询问对讲机中的同伴要如何 乔本立刻出言让他将梦节海绵喷在子弹上 对着男孩射击以吸引他的注意力 启东文言立刻照做 可街上其余人却看不到男孩 更不知道危机将至 启东无库拔枪的动作立刻引起一旁巡逻警员的注意 他同时把枪克斥 但这时的男孩已经咬上了醉酒的男人 情急之下启东转身大伤警员 随后对着男孩砰砰两枪 朋友梦节海绵的子弹瞬间穿破了眉心 这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却不曾伤他分毫 反倒是子弹弹射间伤到了一旁的路人 被吸引的男孩立刻放下男人 惨白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启东 男孩的身影已经飘然来到他身前 那恐怖的眼白正死死指示着他 启东立刻避开那圣人的目光 而后强装镇定想要离开 可当他慢慢移动身体时 男孩竟然同时跟着他移动起来 启东低头起身 男孩的身体同时凭空扶起 双手攀上了启东的肩膀 这一刻只要启东的眼神和男孩对上 那他就会命丧黄泉 可男孩却缓缓逼近启东 用鼻尖触碰了他的脸庞 随后缓缓离开了现场 看到男孩走远 启东长长出了一口气 他看着男孩的背影恐惧之情 久久不能平息 但他方才闹出的动静 已经引来了其他警员 一颗防暴子弹击中了他 随后警员赶来将他积压回警局 最后一刻他看到男孩脚底 有着一条飘忽的丝线 仿佛指向了什么地方 男孩没有消失 还像生前一样 再次回到了房间之中 这举动吓坏了和启东失去联系的组员 可组长乔本却表现的异常兴奋 他站起身来仿佛在疑问 又仿佛在自言自语的说道 你们不羡慕他吗 不用经历生老病死 再也没有痛苦 眼前的男孩在乔本眼中 不是一个死去的贵婚 而是一个超脱凡人世俗生活的神仙一般 看着癫狂的组长 守人和和美也没多言 下班离开了 昨晚的街头枪战再次传到上司而终 高层异常震动 可不知为何 乔本竟然成功拿到公文 将启东保持出来 两人见面没有任何寒暄 而是接着开启调查 启东来到男孩的学校了解情况 关于男孩生前的故事终于展开 男孩名叫陈耀熙 在专门收容有身心障碍的学校就读 耀熙患用一种罕见疾病 胸颈部多发性肿瘤症 这就是他脸上长有疮痪的原因 可这病无法根治 每次手术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不久后就会再次生出肿瘤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耀熙备受同学嘲笑 最终导致他想不开 他的母亲叫郑纯 当天他同样在欠场 可郑纯并没有立刻救起耀熙 反倒是要了结奄奄一息的儿子 多亏老师及时出现 将耀熙送到了医院 耀熙逃过一劫 可却被母亲偷偷接回家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母子俩的消息 老师怀疑是郑纯亲手了结了耀熙 也有消息说两人回了郑纯娘家种花 听到这里 启东立刻想到了耀熙口中的宣草 事不宜迟 启东立刻通知组员 前往台北唯一的宣草花田 他猜测耀熙的遗体就在那里 路途之中 乔本接到了上司的电话 因为接连出现意外 上司宣告乔本被解雇 小组解散 立刻上交 梦结海绵 乔本想解释 可上司根本不听 乔本也不再说话 直接挂断电话 再次拿出口袋中的机器 按下按钮 仔细看去 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个计数器 上面的数字是744 上司明白乔本已经不受控制 于是下令逮捕 但此时的乔本已经不会考虑这些了 因为他多年想要的结果已经近在咫尺 四人来到那片宣草田中 在看到周围的环境后 乔本的兴奋之情一于言表 一番测量之下 他立刻找到一处 表示药西正埋葬于此 虽然疑惑但受人和启动也立刻开挖 很快一张人形的红布出现在几人面前 当红布揭开 正是药西那惨白但安详的脸庞 他的脖梗之间有着难以抹去的掐痕 看到这里 乔本判断 药西是怀着强烈的恨意离去的 而造成这些的正是药西的母亲正纯 可真的是这样吗 并不是 属于药西的人生是悲剧的 他是个上进且懂事的孩子 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 他从出生就身患怪病 母子俩相依为命 小小的药西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他从降生在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 受尽了嘲笑和不公 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不愿儿子饱受疾病和世俗的折磨 可他却无力改变这些 最后的最后母亲只能选择一个极端 那就是亲手了结药西 让他去往一个没有歧视 没有不公 没有疾病的新世界 而所有的罪责都有母亲一人承担 就这样 正纯在痛哭中了结了儿子 他生了他 养了他 可是却给不了他幸福和快乐 药西何尝不是如此 他深爱着母亲 他更知道母亲同样深爱着自己 但他并不快乐 他饱受白眼和屈辱 这个世界除了母亲 没有一丝的值得 所以在他看来 母亲的了结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可是乔本却不会理解这些 所以他怎么也想不到 年幼的药西是含笑离开了人间 他关注的东西只有自己的科研结果 这片宣草田处于同步辐射中心基地 山下埋藏的就是同步辐射中心的电子加速线群 电子加速道所造成的磁场形成了不间断的能源 而药西长眠之地正是整个磁场的中心点 以此乔本推测 这些就是药西变成鬼的原因 现在他得到了结果 也是时候将药西的灵魂永久隔离了 可就在这时 药西的灵魂却一反常态 他竟然趴在玻璃之上 死死盯着窗外 感受到变化 齐东急忙上前查看 药西脚底那丝线更加明显 这个变化让齐东不免担心起来 他立刻走出房门顺着那丝线找了起来 那丝线就像灵魂一般 轻易就穿过了人体 感到事有蹊跷 齐东立刻开车 找寻起丝线的另一端 他刚刚离开 一辆出租车就停在了楼下 原来是家伟找到了这里 齐东的母亲在他入狱时突发挠血栓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可需要直系家属签字时 却联系不上齐东 无奈之下 医院只得找到家伟 家伟想都没想 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他找到了小组的办公室 但齐东并不知道这些 此时的他跟着丝线来到深度昏迷 收拢所 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丝线的另一端 这一端同样连接着一个人的脚底 这个人正是药西的母亲 郑纯 恰巧此时郑纯再次发病 呼吸猛然急促起来 医生收到消息 立刻开始抢救 可最终还是回天无力 仿佛感受到母亲的离世 远在办公室中的药西灵魂 同时发生变化 他睁大了嘴 不断呼出 看似实质化的气体 没等几人惊讶 上司派来的抓捕人员来到楼下 事不宜迟 乔本立刻收拾其工具 同时将孟杰海绵交给守人 准备收起药西离开 这突然的变故 不免引起家维的注意 他缓缓靠近玻璃房 想要看个明白 守人轻轻一掐 孟杰海绵化为无数个小块 悬浮在空中 对面的药西感受到磁场的变化 发出无声的怒吼 下一刻从药西体内散发出数根丝线 连在了守人 何美 还有家维身上 三人根本不曾察觉 空中的孟杰海绵再生变化 无数小块重新汇聚 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而药西的灵魂同时被收入其中 完成的瞬间 抓捕人员已经赶到 桥本急忙进屋 收起孟杰海绵就走 等何美等人再回头看时 他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抓捕人员收走了小组的一切设备 这让启东无法联系上桥本 不过他却有新的发现 在几年前的大地震中 郑纯被压在废墟中一连16天 这堪称奇迹 经过检查 似乎在16天中 有人帮他做了心脏按摩 启东听了不禁微微皱眉 当他看到一旁破碎的窗户时 他似乎明白了 药西口中的下雨了 玻璃碎了 都是母亲这边的画面 母子两人似乎一直都可以沟通 得到结果 启东联系和美 询问办公室情况 小组被解散和家围的到访并无大碍 但启东疑惑乔本的无故失踪 原来乔本有严重的糖尿病 他的跛脚也正因如此 乔本同样有着别的秘密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郑纯的灵魂竟然漂浮出体内 而后缓缓趴在地上 下一刻那恐怖的身影出现在启东身边 那恐怖的眼白死死盯着他 四周的空气仿佛冻结了一般 启东瞬间感受到这诡异的气场 还没来得及反应 郑纯猛然俯身快速爬出了收拢所 启东立刻开车跟上 只见郑纯来到十字路口 身体被嘎车直直穿过 而后他竟出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启东急忙调转方向跟上 可还没行驶一段 郑纯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启东车前 想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汽车再次穿过郑纯的身体 等启东停下车 郑纯已经不见了 启东立刻开始思考该如何找到他 他想到了乔本 可刚拿出电话 乔本竟然出现在面前的道路之上 诡异的是他的脚好了 来不及奇怪 启东直接说起正事 可乔本却说自己全都知道 他同样可以看到丝线 认为那是恨意的丝 正是耀西的恨意解决了苏源 感受到乔本的奇怪 启东不自觉拿出了枪 乔本同样关注到了他的动作 立刻说起了家围 因为家围同样被连上了丝线 就在启东担心的瞬间 一辆卡车急驰而过 失神过后 乔本已然消失不见 两人的谈话让启东忘记了寻找郑纯 正因如此 郑纯的杀戮已经开始了 下班后吃过牛肉面的手人 突然看到碗中央有根丝线 可用手去抓却触碰不到 下一刻一双恐怖的鬼手猛然伸出 死死掐住了他的脖梗 正纯的身体随之而出 满脸愤怒的了结了手人 还在办公室的何美同样没能幸免 等启东赶到的时候 他早已弃绝身亡死相惊恐 可为何小组成员接连出事 乔本却安然无恙呢 此时的他来到上司家中 不过却是违反常理的倒挂在天花板上 看来他的愿望实现了 反重力真的变为了现实 但乔本心中没有喜悦 反倒是多年来沉寂的愤怒 他口袋中的技术器 正是他受到过屈辱的次数 当他实现愿望的这一刻 也是他复仇的开始 看着诡异的乔本 上司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勇气 乔本也不再废话 愤怒的吼叫 伴随着重重砸下的匕首 他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此时的启东已经顾不上乔本了 因为他知道正纯的下一个目标 正是家伟 等他赶到花店 正纯已经悄然到来 启东急忙将梦杰海绵喷在子弹上 随后拿出狙击枪 接着他拨通家伟的电话 让女友听自己的指令 在家伟走出安全距离后 他毫不犹豫的抠动扳机 好听 等一下不能听到什么声音 或发生什么事 千万不要睁开眼睛 剧烈的响声让家伟浑身一战 好在启东坚定着声音 让他稍稍安心 这一枪正打中了正纯掌心 启东没有犹豫 再次打出竖枪 受到攻击的正纯愤怒转身 那丝线飞一般牵上了启东 看到女友安全 启东迅速上车 引走了正纯 可这并不是解决的办法 想要安全就必须让正纯和耀西 母子团聚 他拿出电话打给乔本 可此时的乔本已经癫狂 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即将得到解脱 其他所有人都和自己无关了 他正走向自认为美好的死亡 这样的乔本让启东无比愤怒 可他来不及发火 因为正纯的身影已经凭空出现在后座之上 启东不自觉加快了车速 而正纯的手正缓缓穿过座椅 不消片刻他那恐怖的鬼手也已经抓紧了启东的内脏 疼痛之下启东猛打方向 惯性瞬间将正纯甩飞出去 可车子也因此翻倒在路边 顾不上一身的鲜血 启东用力逃出车子 跑进了地铁站中 他拿出配枪急忙疏散人群 最后无力的摊坐在车厢的角落中 刚做完这些 正纯的身影凭空穿过车底 果然出现 启东不愿放弃机会 他再次抠动扳机 子弹砰砰穿过正纯的身体 留下一个个恐怖的血孔 可一瞬间 那伤口直接自动愈合 直到子弹打空 启东仿佛认命了 在最后一刻 他拨通了最亲近人的电话 另一个能和他说话的亲人 家伟 虽然方才的事情让家伟很害怕 可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无需多解释 因为他们对彼此有着无限的信任 在这最后的通话中 家伟缓缓说出启东母亲的病情 今晚是危险期 如果母亲无法度过 他希望启东能够坚强 勇敢面对自己的人生 启东何尝不知道 母亲是他难以割舍的牵挂 想到自己的坚持 或者说是自私 他只求母亲不要恨自己 因为他只是想让母亲活下去 交代完一切 启东终于对家伟说出了属于两个人的愿望 他只想和家伟一起活下去 可现在这可能只是一个奢望了 因为郑纯那恐怖的身影正在不断靠近 话音刚落 启东直接挂断电话 而郑纯那恐怖的眼白 已经对上了启东坚定的眼神 那惨白可怖的鬼手 毫不犹豫的伸进了启东的胸膛 对着心脏的位置狠狠抓去 此时的天空阴沉的可怕 雷声轰隆隆的响起 仿佛老天都在为这一对恋人感到惋惜 死亡的瞬间 启东想起了和家伟的点点滴滴 那未曾说出的话语 我很喜欢你 但是你不快乐 那曾经幻想过的美好 那曾经期许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那梦中和你的快乐人生 可能只有在来生实现了 难道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吗 不 当所有希望快要破灭时 一只惨白恐怖 但又温暖无比的小手 出现在启东面前 直直穿过他的胸膛 温柔的暗动起来 感受到动力 那心脏再次有力的冲击起来 是的 启东活过来了 那只小手的主人是耀西 癫狂的乔本微笑着放出了耀西 微笑着抬起匕首 微笑着走向自己向往的永恒 终于自由了的耀西 感受到母亲的存在 瞬间就来到了身边 而看着同样深爱着母亲的启东 他又怎会让人间再发生 和自己一样的悲剧呢 终于结束了一切 启东来到医院 当看到手术通知书上家伟的签字 他释然了也放下了 当他回到家中 看到母亲灵魂的那一刻 依然难免泪流痛哭 那压抑在心中已久的愧疚 终于能够亲口说给母亲 虽然没有得到回复 但母亲所做的一切 已经在告诉他 母亲没有怪他 无论何时何地 母亲始终都会爱着他 守护着他 哪怕是停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刻 母亲也只是想再为启东 煮上一颗鸡蛋 当母亲消散为虚无之时 启东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美好 没有人可以跨越生死阴阳 但爱可以 世间无不朽 唯有爱永恒 最后的最后 启东终于放下了所有执念 怀着恨意而死 并不是一种解脱 而要惜灵魂不散 不是因为恨 更不是因为他埋葬的地方 只是因为他有爱 因为他和母亲的爱 联动着彼此的灵魂 全篇完 终于完成了这部经典的鬼思 一万字的解说让老二倍感压力 其实这部电影很早就想做 许多小伙伴也极力推荐 但老二真的不敢轻易下笔 害怕把经典给写砸了 在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原片后 老二终于决定开始动笔 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宣草象征孝敬母亲 因为古时候母亲门前多种植宣草 对母亲又称宣堂 有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灰的说法 人活在世没有永恒一灭 即使想过千方万法 但依然无极于事 但有一种力量可以 那就是爱 当你在爱中的时候 你愿意为你爱着的人做一切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亲人 你的爱人 你的儿女 亦或是你的朋友 爱可以创造任何奇迹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我们会因为爱变得勇敢 也只有爱可以越过生死 跨过阴阳 咱们下期见